过年期间我们会努力的完成战备任务 期待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年 这是2017年战备春巡 时任中平军舰舰长的游艺莲 接受军媒采访的画面 对于战训本物侃侃而谈 还曾登上国防部发言人粉砖 游艺莲现在是国防部坐骑式的上校幕僚 曾任战车登陆舰 中平舰的舰长 更是国军史上第一位二级舰的女性舰长 谁也没想到 如今却卷入绯闻案 被爆出遭特勤中心少将谢敬华强吻 事后被国安局约谈还不承认自己是军人 更以假声明强调没有不舒服 虽然国安局强调没施压 但还是疑点重重 可能在有职场的需求 有升迁的需要 甚至有烤鸡这一方面的需求 也有奖励这一方面的需求 那可以经过横向的协调 而影响这方面的评比 也不能完全排除 国军近年来两性事件频传 时不时就传出性骚扰风波 就连当国舰长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军官也不例外 凸显军中两性平权 还有改善空间 不是两个当事人的影响 是影响整个军风 整个社会对军队的评比评价都有可能 那在会对军人的士气会造成灼伤 国军虽然常常在举光原地播放量性平权影片 希望给官兵正确观念 但显然还是有不少人没听进去 欢迎新闻客观者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